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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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ra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象已在、展习? 任何政策——食品 娘 他们是 元叶是我姐姐 小田是她的儿子 她才是周炳的儿子 对 当年我和姐姐到香港打工 姐姐在周炳家当佣人 后来被周炳看上了 还为她生了一个儿子 那时候的周炳 已是有七十的人了 也生了个儿子叫纪荣 那奸恶的元叶夫人 记恨姐姐 并要毒害他们母子 姐姐为保儿子的性命 连夜逃走 没想到 最后还是被元叶夫人 派来的人给烧死呢 姐 你好冤枉 姑娘 娘 别太难过了 伯母你是说 这小田才是周炳的儿子 阿宽跟周炳毫无关系 是 你们都误会了 但周炳手上有一张照片 跟你一模一样 我和姐姐是孪生姐妹 样子长得自然像 娘 她还有一只龙 刚好和你的 配成一龙一凤 我和你姨妈都各有一对 是我们的爹娘 临死前给我们的 娘 那我爹是做什么的 我说过 你爹在你出生不久 就已经病逝了 你不要胡思乱想 真是太好了 我不是说师伯病死了好 我是说阿宽不是周炳的儿子 真是太好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害得我虚惊一场 天天晚上睡不好觉 从现在开始啊 我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这么说起来 害死你姐姐和她儿子的人 是周炳的夫人 但是你为什么这么狠周炳呢 你以为周炳是好人吗 他这人太狡猾了 穷小子娶了傅家小姐 盼了富贵 他又色心大气 占了姐姐的便宜 等到原配夫人火了 他却袖手旁观 他夫人干的好事 你以为他一点都不知道吗 但他看起来是真心诚意的 要找回失去的妻儿啊 真心诚意 恐怕是他老了 怕死后没人 继承他的遗产吧 黄师傅 黄师傅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 我有点事要请教伯母 伯母 请你仔细看看这座坟 看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我困得很 请让我回去休息 不会耽误你太久的 一看就明白 一般的坟墓 日稀受风吹雨打 少不免会有破损 但这个坟墓 新的像刚刚建起来 完全不像一个 有十多年二十年历史的坟墓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 那是因为我重新找人修整过 所以看起来像新的一样 黄师傅 你太多疑了 什么 是哪一家殿替你修缮的 是修缮还是新建一问便知 我敢说 这个坟墓下面 连棺木遗体都没有 根本就是个假坟 对吗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这样说 岂不是对我姐姐和侄儿 太不敬吗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小田 也没有你所说的姐姐 姐姐就是你 你就是姐姐 你就是梁月燕 你是说 我可以造个假坟 来隐藏身份 如果我是这么聪明的话 二十多年前我就造了 不必等到现在 因为你没有想过 阿坤会去香港 更想不到阿坤在香港 会跟周炳结实 当你知道这一切之后 你怕事情会败露 急忙造了一个假坟 早做防范 真好笑 你以为我是神仙吗 阿坤在香港发生的事 我怎么会知道 难道我派人跟着他吗 他不是天天写信给你吗 在香港发生的大事小事 他都会告诉你的 甚至他跟周炳结实的经过 你全都清楚 我不想在阿坤面前揭穿你 是因为我想你亲口 告诉他事实的真相 黄师傅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死缠着不放 因为阿坤有权知道 他爹是谁 知道又怎么样 你要让那畜生 跟他相认吗 你要让他掉进 周家的鳄鱼潭吗 不可以 不可以 伯母亲 你冷静 你不要再说了 都是你 我们母子本来生活得好好的 你偏要去什么香港 也不是你去香港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是你 我们过得平淡 简单 却很开心 我没有什么所求 只想让阿宽留在我身边 陪我过下半辈子 黄师傅 你是个好人 我知道你不会忍心 拆散我们母子的 我求求你 就算是可怜我 就让阿宽留在广州 不要去香港 好吗 你先回去吧 伯母 让我考虑一下 师傅 我可不会像从前那样 连后面有人都不知道了 确实进步了 我的功夫真的有进步吗 没讲你的功夫 是讲你的心 专心很多了 我也觉得好像是心里 那块石头放下了 师傅 回到香港后 我一定会专心练功的 阿宽 师傅有件事想跟你谈一谈 什么事啊 好 如果你患了重病 一年之后就死 你自己都不知道 只有师傅知道 你想不想说给我听啊 这个 很难说 那要看这个病 还有没有机会治好 假如治不好 那么你是选择 不想知道 快快乐乐地过一年的生活 还是选择知道真相 简单地说 真相重要还是快乐重要 那我一定会选择真相 我不希望自己到死的那一天 还被蒙在鼓里 到最后 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选的 不想用逃避换取快乐 可是我最不希望我娘知道 如果我娘知道的话 她一定会特别地伤心 我娘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只要她快乐就够了 好 师傅明白了 阿宽 不要跟我回香港了 留在广州吧 为什么呀 师傅 你不想让我留在你身边了 阿爹姥姥 广州保质林早晚要人接掌的 好好留下来跟师傅学习吧 师傅 你的意思是 广州保质林要传给我 我没有这么说啊 要看你将来的表现和能力 对是 师傅 我一定会努力把保质林的精神 发扬光大 绝不辜负师傅的一片苦心 这事要是让我娘和小云雀 他们知道了 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对了 师傅 这样的话我就没办法 跟你和阿荣他们在一起了 也没办法天天跟你去武功了 香港离广州有多远啊 你闲的时候可以去香港探望我们 我也会经常回来指点你武功的 也对 根本不远嘛 阿宽 我现在要教你新的武功 这武功杀伤力很大 飞到最后危急关头 绝对不可以使用 将来你收了徒弟的话 也要像我一样 只能够传给性格善良的徒弟 明白吗 弟子知道 跪下 现在我教你的就是 我无影角 佛山无影角 师傅 你千万不要让阿荣给你洗衣服 阿荣的手比什么都脏 比什么都臭 要是让他给你洗衣服的话 会越洗越臭 对了 还不能让他给你做饭 要是让他给你做饭的话 他肯定自己先吃掉一半 所以师傅 不管大事小事都让阿苏去做 阿苏呢反应比较慢 但是你可以提前和他说呀 比如吃早饭的时候呢 你可以前天晚上和他说 吃午饭的时候呢 你可以早上和他说 吃晚饭的时候 你可以中午和他说 要不然师傅就没有饭吃了 好了 别婆婆妈妈的 我会安排的 师傅 我怕你忘了 我把刚才说的写了三份 一份呢你随身带着 另一份呢我给你寄到香港 还有一份呢放在我这儿 如果你两份都丢了 我再给你寄过去 你将这些事情 就重复地说了很多遍了 师傅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忘记了 其实连我也会背了 我也是 师傅 请受徒儿一拜 师傅 徒儿会谨记师傅的教诲 每天用心练功 更不会忘记把仗义助人 赠衣食药的保值林精神 发扬光大 师傅 以后徒儿不能留在你的身边 照顾你了 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啊 你也要保重啊 起来 师傅 其实我有没有爹无所为 因为我已经把你当成我爹了 我没那么老吧 我辈分比你高 却生不出这么大个儿子来 黄师傅 谢谢你 小云雀 你可千万不要妨碍阿坤练功哦 你放心 他不练功 我帮你教训他 对了 麻烦你通知我三个爹 我就先留在广州了 迟一点再回去 好 那我先走了 黄师傅保重 保重 再见 师傅 我一定会练好五婴脚的 你放心 再见 周老先生 请节哀顺便 周老先生 我没事 其实 我早就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小天啊 是月宴给他起的名字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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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四驾侦探调查的事 应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对吧 没什么可查的了 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只是那天 你告诉我黄师傅和阿宽的一些话 让我心里一直觉得 阿宽可能就是我的亲儿子 没想到 这竟然是个误会 真是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呀 令郎的病 有好准吗 医生说 他俗性的机会 几乎等于零 周老先生 对不起 虽然现在说这件事情 并不合适 但是我有责任告诉您 如果令郎一旦不在了 您的遗嘱没有受益人 遗嘱就会变成一堆废纸 您最好尽快令您一份 我明白的 谢谢你 请节哀顺便 我先告辞了 好 好 为什么继荣还没有死 你要拖到什么时候 周夫人 你要知道 我下药不能太重 否则会被人发现 我已经尽力了 那老头迟迟不肯让我过激 我真不知道他想拖到什么时候 如果他比继荣早死 那遗产就会先赚给继荣 那个时候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您放心吧 再过一个月 我肯定一个月内 就会宣告死亡 太久了 一个月内什么事都会发生 我们等不了 天哪 这是医院 不要这么大声 陆医生 还记得收了我们多少钱吗 如果我们付出了钱 却没有一点回报的话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后果吗 好吧 我再将分量加大 保证他十天内死亡 这样可以了吧 麻烦你了 小姐 我看他是已经不行了 你看毒创 都已经涨满他的全身了 我实在是不明白 他的病情 为什么会恶化得这么快呢 一般来说 病人长时间昏迷 新陈代谢减慢 病情会维持好一段时间 不进不退才对 可是阎王爷要抓他走的话 谁也阻拦不了的呀 什么阎王啊 我说啊 他是病人的病人 就碰上了个庸医啊 那如果换你做主诊医生 你能治好他吗 我想我也没有办法 他真可怜 还这么年轻 居然躺在这活受罪 还不如死了重新投胎做人呢 这样的话 小姐你也不用这么辛苦 天天来探望他了 如果我这样辛苦一点 他的病情会因此有起色 我辛苦也值得 你们都在 周老爷 任舅舅 你们真是有心 纪容啊 多亏你们的照顾 我们都是一家人 应该的 纪容今天脸色不错 看起来好多了 少姐 那个脸色还叫好啊 说什么 干舅舅 不妨碍你们父子慢慢谈了 我们先出去了 走 你真失礼啊 乱说话 疼死人了 下次再乱说话 我拔掉你的大爆牙 干妈祭祖 你们也来探望纪容啊 是啊 对啊 纪容他一直昏迷不行 我们呢想跟他多聊聊天 这样的话 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 我也是这么想啊 对了 干舅舅正好也来了 我来遇到我就 做了 �를estra 何妨碍 你udding Bond 要解心除哪 天 both 如果我 operate 都行似笑 亀飛icable 富人咸舅 别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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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气口 干舅舅是你拔掉的 我不忍心 他在这样受苦了 过计是中国式名词 香港法律源自大英帝国 没有所谓的过计 俗称为杨子 已经确认 杨子享有与亲生儿子 同等的法律地位 这事过计器 请周老先生过目 老爷 如果没有问题可以签字了 由于收养的杨子已数成年 还请周济祖先生签字 是 杨子 快叫爹呀 爹 本来应该送给你一份礼物的 可是姬荣刚刚过时 我 我明白 爹 姬荣的后事我会安排的 杨航的事我也会处理的 您老人家好好休息吧 好吧 好吧 就交给你了 谢谢 都已经成了父子俩了 还说什么谢呀 过季手续已经办好 麻烦两位先出去 我还有事要跟周老先生商量 不就是遗嘱的事吗 姬荣现在已经是我的儿子了 他们在不在没关系 受益人已经过世 旧的遗嘱已经成了废纸 新的遗嘱根据周老先生的意愿 不 不用那么仔细了 不过是将旧的一份 换成祭祖的名字 我签字就行了 保智林黄飞红 我签字就行了 我回来了 你们就是给里面的黄飞红 我们是将孩子的 你们死得好惨 不过你们放心 我现在就拿黄飞红的桃红 来陪你们玩 好吗 我现在就拿黄飞红的桃红 老爷 老爷 夫人啊 病人的病有没有全部看好 还有没有新的病啊 有阿宽帮忙 早就看完了 这个阿宽跑哪儿去了 这药材有没有拿出去晒 还有这个账簿的账有没有算好啊 阿宽把这些事情处理完以后 就跟小云雀出去了 怎么了老爷 是不是现在有阿宽 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你就太闲了 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时间了 也许吧 我总感觉今天有点心生不宁啊 老爷 现在有阿宽在了 民团那边的弟子也都成熟了 您哪 就不用那么操心了 我看哪 咱们不如四处走一走 过一下逍遥自在的生活 也好啊 都辛苦大满辈子了 眼看着儿子和徒孙们都长大了 也是时候我们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那 那我们去哪儿呢 我听说上海不错 挺繁华的 咱们还可以去趟杭州 也好啊 闪开 老爷 老爷 九亲这王非红 你出来 老爷 我要杀了你 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要黄飞红赔我妻儿的命 不对 飞红一直在救你的妻儿 救我妻儿 你胡说 平儿和小齿都是他害死的 夫人 你不要理他 他现在根本就是个疯子 再不叫黄飞红出来 我就杀了你们 他不在这儿 他已经搬走了 废话 我不会再相信你 我相信了黄飞红一次 我妻儿就死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他真的不在这儿 他去广西南宁开分馆了 广西 不可能 他在这儿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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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飞红 什么 黄师傅不是让你留在广州吗 怎么又突然去香港 还要乘明天早上的船这么急 女儿 您就不要问了 我不想让您担心 你这么说 我不更担心吗 阿宽 你 不是要到香港找阿禀吧 莫非你不信我说的话 娘 您误会了 这跟周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您就不要胡乱瞎操心了 那究竟为什么 你快说出来呀 我 否则我不准你去香港 阿宽 你就讲给伯母听吧 是这样的 伯母 因为黄师傅拉下了一件 好重要的东西在广州 所以要阿宽送回去 是什么东西这么重要 寄给他不可以吗 不可以 很重要的 是宝之林最重要的东西了 是什么 重要倒非要阿宽亲自送去不可 你们是想骗我 是掌门令牌 什么 令牌 对呀 黄师傅就是拉下了 宝之林最重要的掌门令牌 没有带去香港 所以叫我和阿宽 尽快送回去给他呀 这个够重要了吧 那你们刚才怎么不说 害得我那么担心 你们都饿了吧 我去找些吃的来 你这烂木头车不能进来 为什么不能 我鳍儿病了不能动 你要他们在街上吃吗 我说不能进就是不能进 我说不能进就是不能进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说不让你进来 你怎么还非进来啊 快点 给我出去 停 停 大侠 看来你是在赶路 还是边走边吃吧啊 小二 给大侠来点点心 大侠 能跟大侠认识 是我三生有幸 谢谢啊 等他日办完事情 必来向老兄道谢 不用 小意思而已嘛 对了 你听说过 广西南宁新开的保之林分馆吗 是这个方向 对吧 保之林在广西开了分馆吗 我只听说过 在香港开了一间 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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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都是在骗我 全家都不是好人 全都在骗我 骗我 哪儿 哪儿 喂 你疯了 你要干什么 真是厉害啊 黄老师败备了 里面没人 你要看病 就到别的地方去看 别在这儿撒野 要不 我可报关了 过来了过来了 你是谁 关你什么事 滚 别管我是谁 豹之灵 早晚是我儿子管的 怎么跟我没关系 你儿子是谁 我儿子 是黄飞鸿的大徒弟梁宽 梁宽 阿苏 阿荣 阿家 阿妻 师父回来了 师父买东西回来给你们吃啊 出来了 听到有吃的东西还不出来啊 这帮猴子一定玩疯了 我不在 连保质银都不用开了 有人来看过病 药也包好了 怎么不拿给病人呢 药柜怎么都打开了 阿荣平时就爱蹲在这儿偷吃 但这绝不可能是他吃剩的 是阿齐的扫堂腿 难道真出了意外 黄师傅 你回来就好 还怕你不回来呢 罗锦司 有事吗 黄师傅 我们想请你回警局走一趟 我的徒弟们在哪儿 你的徒儿不会丢一根汗毛的 他们已被警方拘留了 喂 放我出去 喂 放我出去 你们听见了没有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喂 说你呢 我阿鼻是那个 我打 我 我打死 我 阿鼻是那个 我告诉你 我认识你啊 你再不放开我 我就叫爹 叫爹 我 我 我 阿姬 叫爹怎么样对付他们 叫你爹给他钱 好 叫爹 叫爹给你 神经病 这个时候还给他们钱 可是你爹只会给钱吗 好 那就叫爹拿钱砸死你们 放我出去 快点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喂 你安静点好不好啊 吵死人了 喂 起来了 非同大耳的 干什么 真对还能睡呀 吃 吃饭了吗 这 这是什么饭哪 你就只要吃啊 醉呀 能梦想办法出去啊 出去干什么 这里 有的吃 有的睡 又不用工作 跟天堂一样啊 不是吧 真是一个废人 认识你真是我的不幸啊 师父 阿琴 快 师父来了 师父 师父来了 阿琴 师父来救我们来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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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救我们啊 师父 师父 你来救我们啊 你可爱了 那边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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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宝志林的方向在后面啊 进来干什么啊 师父 师父 红灭红 师父 我 你 师父 你不是来救我们出去的 救什么救吗 我也被抓进来了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个罗大刚说我是 宝志林的持牌人 一样要被拘捕的 你们几个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啊 师父 我们这次真的是被人陷害的 是啊 是 事情是这样 可 前几天 有一个男子来看诊 治疗过后他说他没钱 我们本着玄弧济世 诗医赠药的宝志林精神 自然不收他的钱喽 他却要将一个花瓶送给我们代替诊金 在我推了半天之后 他还是坚持 我觉得一番好意就收下了 过了几天呢 又有一名男子来看诊 看到那个花瓶觉得好漂亮啊 就非要跟我们买下 那个花瓶找到了知音人 我们当人非常开心喽 便慷慨地以一毛钱卖给了他 谁知道没过多久 罗纳纲就来了 是 别动 别动 别哭了 死胖子 还吃啊 别动 那我们走 那啊 别什么抓我们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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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开枪了 把他们带走 那个罗大刚说那个花瓶是赃物啊 以萧赃的名义把我们逮捕了 我们发誓真的是被人陷害的 对啊 是啊 是啊 师父 一定是罗大刚陷害我们 那两个人就是他的人 无凭无据如何指责别人陷害 你说的话好像有些不妥啊 那花瓶真的只卖了一毛钱 三毛钱呢 不可能 那 胖子正说话 师父其实是一块钱呢 不可能 二十块 二十块 不可能 去 两百块 不可能 师父 我们不能再骗你了 其实是一千块 老是你老是呀 别说了 哎 落 车 好的 五千元了 五千元 五千元买一个花瓶 就算是猪也知道是有古怪啊 那个男子说那个花瓶是真的古董吗 我们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是啊 是 是 是 就不出去 贩卖价值这么高的贼赃 稍说要做三年的老人 好 奇怪 今晚怎么这么近 我不再就没有人练功了吧 把干部 师兄 你怎么来了 黄飞鸿的事情你知道吗 黄飞鸿 你是说他被捕的是吗 我们道场就在他保之林对面 我当然知道了 这事不会跟你有关吧 怎么会 难道你是说我设计陷害了他 我却有这个怀疑 师兄 那赃物可是真的古董 莫非我花大价钱 买个真的古董花瓶来陷害他徒儿 然后再转嫁黄飞鸿吗 要害他 我完全可以找一个便宜的办法 或者你可以找人帮忙 例如警察 我哪有那么大的势力 找警察替我办事啊 我看是那黄飞鸿真的贩卖赃物 被揭发了吧 怎么了 师兄 你连你的师弟都不信了吗 我不想黄飞鸿以为我想逼他交手 就跟你一起陷害他 如果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卑鄙的事情 我会要你的命 师父 师父 师伯 为什么这把护着黄飞鸿 这个武痴 一心想找黄飞鸿比武 怕他坐牢阴词落空 但师伯真的很可怕 如果他知道是我们陷害了黄飞鸿 会连我们也杀了 怕什么 我们有山本相神在背后 这种匹夫之勇 能逗逗个政治家吗 你等等我啊 对不起啊 我这心里面太着急了 就想赶快回宝珠林 把消息告诉给师父 你怕什么呀 求千丈别骗到广西去了 等他知道黄师傅在香港 这来来回回的 已经是几个月以后了 我肚子饿了 不如先吃点东西吧 不行啊 求千丈就像鬼魅一样 入影随形 我要是不赶快把消息 告诉给师父 这心里头就是不踏实啊 我 你 你 都发了电报了 怕什么呀 慢一点 慢一点 来来 慢点 来来 慢点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您了 你留心内想 留帅子 来来来 你们小心点啊 别摔坏了 你一辈子也赔不起的 知道了 照片都拍清楚了没有 赵官 拍清楚了 让让让让 接官 我就不信 黄飞鸿还能无罪释放 无罪释放 难道师父被抓了 怎么了 黄师父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还是求千丈已经来了 似乎师父的麻烦 还不只是一个求千丈 这次多惠林师伯帮忙 为我们聘请了御师团 反复研究案情 终于有了结果 好啊 那我们办官就能出去了 律师跟我说 他说事发时我不在香港 警方无法判我的罪 我可以释放 好啊 是 好啊 其次是阿佳和阿七 阿佳刚败入宝珠林门下 可以以不知情为理由 连同阿七一起无罪释放 至于阿苏 好啊 因为你不是亲手把古董花瓶卖出去的人 你也可以以不知情为理由释放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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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啊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啊 律师正在向法庭申请保释 很快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嗯 好啊 黄师傅 嗯 嗯 李律师 嗯 嗯 对不起 嗯 出了点意外 你们暂时不可以离开 哦 哦 不 什么事 嗯 罗厅长向法庭申请了搜查令 在桂馆的大厅 偏厅 练武厅 厨房 前院后院和阁下的睡房书房里 搜出大量古董并有照片证明 哦 太过分了 李律师回去告诉我老爸 买很多很多很多的古董放在他家里拍 嗯 没办法 法庭已经将你们交由警方看管 等候开庭审讯 我们会再想办法的 林公子 请你耐心等候我们的消息 有劳了 全部不能走咯 什么意思啊 背同大耳 我 我的意思是 大家一块儿 变高手啊 东方秦 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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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是 你这个胖子 皇带蒙 有人来看你 有人来看我 师父 师父 我们刚回到保质林 就听说你们出事了 到底怎么了 一言蓝谨 你在广州怎么突然回来了 囚签证回来了 囚签证 他说要找你报仇 而且现在的武功变得很可怕 连施工都不是他的对手 最后还把施工给打伤了 伤得严重啊 他们走都走不动了 所以就叫我们先回香港通知你 幸好我们回来了 要不然也不知道你们被拘捕 连殿报都受不到 你就这样让施工 师婆留在广州 施工他说 会找个安全的地方 先闭一下囚签证 等伤势养好了 才来香港找我们的 那囚签证呢 他被施婆拼去了广西 他以为你在那儿 施工说他疯疯癫癫的 功夫变得极为可怕 施工只跟他对了一招 就受了重伤 一招 一招就可以伤到我爹 我不信 师父 是真的 施工他不会说谎的 其实你留在这里可能更安全 就算九卿赵来了 也无法伤害你 他要找的那个人是我 他找不到我就会再伤害无辜的 我一定要出去 你看这人 他拉了什么东西啊 你看 你看那人 这人是真臭的 我已经牢牢封腾的穴道了 我已经牢牢封腾的穴道了 你不用再赔力气 如果你敢声张求救 你杀了你之后 你再杀你儿子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我不会叫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 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儿子 你说这种花费 上一次医坏了人 就已经够没良心了 今儿竟然又贩卖脏物 真是无耻 可不是吗 真想不到 大名鼎鼎的黄龙 原来是五年外类 你干吗 对不起 梁先生 由于周家刚报完丧事 周老先生暂时休息 不会回来上班 请你带我们联络他一下 可以吗 我们有急事找周老板 我也不敢打扰他 这样吧 如果周老先生上班 我再通知你好吗 但我们真的等不了了 还是算了吧 周老先生的儿子刚刚过世 是 以他现在的心情 即使我们见到他 也不一定能帮到我们 我们还是先走吧 那你师父怎么办啊